这文哲也一样有他的争议 他的土地有没有炒作 有没有各种的用途 目前民众认为有影响的 一样比例蛮高的 16.9跟39.7 有些影响 当然这个非常有影响 这个部分是比赖清德低一些 但总体来讲是一样的 56.6认为有影响 32.3没有影响 我问你怎么看 那么他至少在基本情理法的 法的这个层面 他立刻就把那土地做处理了 就刨掉挖掉 之后说要回复农用 怎么看 第一件事情 我其实觉得选举选到最后 当然三个候选看起来都有 他的也许房产 或者是土地 其实遇到被批评的争议 我说实话 我认为现在的状况 到这个阶段 我们自己感受的是 都是对于各自争议来说 都是信者很信 不信者很不信 我自己觉得实际上面 我这个我就只讲 我觉得信者很信 不信者很不信 但是今天大家讨论到 柯文哲的议题 我不想 我其实没有很想从认为 有没有影响的角度 来看这件事情 特农想要做什么 如果我们今天有个问卷 来问社会大众 你买农地的时候 你买一个上面 已经铺了柏油的特农 你要做什么 难道是要来种田吗 难道是要种番茄吗 难道是要种水果吗 当然不是 当然不是嘛 而且我更直接说 以特农来说 其实就他铺了柏油 他把它给刨掉 这不是就能够恢复农田的 他要做土壤改造 非常非常多年的时间 要经过很长时间的检测 他不是现在 我们把上面的柏油 跟水泥给刨掉 就可以恢复农田 没这回事 好 到目前为止 我认为柯文哲 还没有回答的问题是 你当初为什么要买 难道是为了农业发展吗 是为了地幕变更 难道为了个人休闲吗 我说实话 我不敢保证 他是不是一定为了地幕变更 但他一定是为了套利 他一定是为了要有收入 而且这个收入 一定不会是农业方面的收入 如果今天你想要 农业方面的收入 你想要好好的来当一个 非常非常厉害的农民 专业农 你不会去买一块 所以嘛 上面是 立刻处理了嘛 合法的投资当然没问题 但是他因为违法了嘛 我要先说 第一个 他不是合法的投资 他就是违法了嘛 他是买了一块 违法使用的农地 买了这块 违法使用的农地 想要利用这块农地的状况 来获利嘛 这从头到尾的故事是这样嘛 我先不讲 他现在埋了多少东西 我先不讲这件事情 但他的本质 跟他的动机 就是违法使用的农地 想要来获利 当然他现在也许反省说 现在说道歉有错 然后处理掉了 选民可以接受吗 我认为 你道歉 我看到你道歉了 但是这个动机 在一开始是这个事情嘛 所以我说 这部分还是必须被辨认 他其实是想来获利的 而且是一种违法的获利 所以我说